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會有同樣的題目檔 可以做練習 但是其實我在上面放了還蠻多的範例檔 就是說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一個一個慢慢的仔細講 所以我也許就挑一些比較重要的題目 來跟各位做說明 這個題目的話理論上其實也不複雜啦 主要就是說以後你遇到問題怎麼解決問題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解決問題當然有很多方法啦 你可以慢慢來 但問題是你將來在職場上面就不可能慢慢來 因為現在職場上要求的效率 而且甚至很多那個人事單位都要求員工的所謂的KPI啦 KPI就是你對於公司的貢獻度啦 那當然他指標基本上就是 給你一件事情你花多少時間去處理完畢 當然你KPI越 你的KPI就是你的那個業績指數越高的話 相對就是你的效率越高啦 那當然在職場上面就論 有點像 論金論量 其實也就是你將來 到了職場上付你這個薪水 其實就是把你的時間買斷 那當然買斷的話就是說 有花了這個 老闆花了這個錢 請你來的話 當然希望你 對這個公司做出貢獻 所以你要怎麼樣可以很快的把事情處理完 那比如說今天老闆交了一些事情給你 希望你把這個事情做完 那當然他會希望你最快處理完 而不是說看到你用 什麼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那當然的話你這個 就會非常 而且每天如果都要再做一次的話 那你每天都光做這些事情的話 事情就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當然要稍微專業一點 所以我剛剛講過 可以用幾個函數 第一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什麼呢 index 但是我們可以了解到index 其實裡面會需要有三個參數 那其中array是這個範圍 Raw number的話是 第一個是 1 2 3 4 5 6 7 8 所以理論上我們假設可以把那個 Raw number 把它建出來 假如說可以變出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表格 這個儲存格裡面填上1 這個儲存格填上2 填上3 一字類推大概填到32的話 基本上再把填上的這個數字 放在index裡面的Raw number那個參數裡面 這樣子我們其實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啦 OK 可是呢問題是 我要怎麼樣可以得到這個1到30的表格 OK 那這邊的話 就會需要用到 兩個函數 一個叫Column 一個叫Raw 那這個兩個函數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工作上用到的機會還蠻高的 那主要就是說可以利用 Column顧名字 其實就是懶的意思 Raw的話就是列的意思 也就是可以透過籃跟列的組合 可以變出我們要這個數字 那怎麼變呢 首先當然我們先用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那個Column Column裡面就是找到目前你所在的儲存格 在第幾籃的意思 所以你按確定的話 因為它在第1籃 但是它回來的話 是個數字 第4籃 你像又填滿的話呢 它變4567 為什麼4567 因為 後面第5籃嘛 第6第7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4567 變成1234的話 那怎麼做呢 最簡單 很簡單 把它後面 減掉3比較好 減掉3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就得到1 有沒有 那如果5678的話 那不是減掉3之後 就變1234了 OK 那當然呢 你想說1234有了 那如果我向下填滿會怎麼樣呢 其實跟各位講 因為 因為它全部都是第4籃 所以呢 它得到的也會是一樣的答案 它不會管說你是在哪一列啦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希望呢 就是在目前這一列 這一列第二列的時候 就保持 原來的這個公式 不變 那在它的下一列 幫我加上 4的1倍 4的1倍 那4的1倍的話 那就是5678 那這邊就加上4的2倍 也就是4乘上多少 那乘上的話呢 如果是 1倍的話呢 那大家現在是3 所以如果你把它乘上列的話 不對 那應該是什麼 把它減2之後 再讓它跟4相乘 再跟那個卡仁加的話 那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喔 我的想法是 讓它加上什麼 加上 後面的話呢 就引用那個 Raw Raw的列 當然你如果 假設你要先了解Raw的話 你可以先 先把這個先刪掉 你可以先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Raw Raw Raw 沒有S Raw 然後你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 目前的話就是 第2列 所以你向右拉的話 還是第2列啦 OK 向下拉 有沒有 它就會增加列數了 但是呢 如果我要讓它變成 這個不要加4的一倍 那我可以 可以把它 減掉 2 減掉2之後的話呢 先把它刮幅起來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沒有刮幅的話 它會先做 後面的乘 乘上4 4的一倍 為什麼要減掉2 因為要 這一個 列 要先把它歸零 歸零 反正2減掉2到0 0乘上4還是0 所以你會發現加上 這個是將來要加的數字 那你會發現向下拉的時候呢 因為 Raw改變了 它變第三列 第三 那3減掉2的話變1 所以1乘上4 那就是4的一倍 所以一直在推 你會發現 往下拉 那就是4的 2倍 4的3倍 一直在推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 加上剛剛的colum 其實得到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 我把這兩者 結合在一起 第一步的話先插入一個colum 然後呢 按確定就可以了 把它減掉3 因為它從第4欄開始 我要從1開始 那你會看到1234 那現在還是1234 那如果我把它 再加上 Raw的 就是 4的幾倍的話 那可以用Raw 所以你自己打好了 這邊打Raw 記得加一個小刮弧 然後呢 減掉2 為什麼減掉2 因為我現在所在的這一列 不要加上4的倍數 所以把它減掉之後它歸零 歸零的話後面呢 記得 前後一定要加個刮弧 再乘上4的倍數 那也就是說呢 現在這一列 第二列 減掉2的話 那就是 0 0乘上4還是0 所以就是沒有加 可是下一列的話呢 它變3 3減掉2 那就是 1嘛 那就4的一倍的意思啦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這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 你也可以再想其他公式 反正只要能夠做出 我們要的這一個 數字表格 再丟給Index就OK了 所以什麼方法都可以 只是我剛好想到 Current跟Raw 可以這樣用 那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啦 OK 所以其實 Excel裡面 很多東西其實就是看你怎麼用 其實也沒有規定說 一定要怎麼 因為 像這個範例 也是某一本書裡面 看到的一個範例 但是我發現 它的解法我現在不喜歡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 反正看一看 乾脆自己來解好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OK 打勾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試試看 那你甚至可以告訴我說 老師我覺得怎麼樣解法更好 你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了 1到32 那其實底下這個不用 因為其實好像到 資料裡面的8個人 8個人 每一個人有 4個欄位 所以到32就夠了 好那如果說我今天已經把這個數字表格做出來了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這樣子 Column 減掉 3 再加上 4的幾倍 根據 Raw來決定 OK 好 那所以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數字表格 就是 1 到32了 OK 第1步 那第2步的話呢 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公式 放到 index 的第2個參數 這樣的話呢我們資料就帶過來 所以喔 第2步 這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請你把 這個公式 減下來 OK 然後再插入剛剛用過的那個index 這個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一樣再按確定 範圍的話就是這個 Ctrl Shift向下 然後記得把這個 array這個地方 因為它前後都要加前的符號啦 因為它 將來又會向右下 所以我們按F4 比較快 它會自動幫我在 這個欄跟列的前面都加上前的符號 按F4喔 OK喔 但如果你要自己手動加前的符號也可以啦 只是說 你必須要打4個 反而比較浪費時間 那第2個的話就是在roll number把它貼上 把這個把它貼上 Ctrl的話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直接輸入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理論這樣應該大功告成 所以呢 我們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到roll number裡面 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index部分呢 就跟剛剛 我們第一次做的 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 這個地方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 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再向右向下呢 基本上 應該 第一步 就完成了 按確定給各位看一下 確定 好然後向右 有沒有 第一個 劉揚和 功耗 都沒有問題 向下 到32嘛 放開 全部OK 那欄寬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選 這個欄 因為欄寬還要調整一下 你要自己拉 我是建議 讓它自動調整 自動調整最快的方法 是選這四欄 在中間這四條線 欄線 在上面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整 OK 這樣子很快 乖乖的聽你的話 排好整齊 這樣的話呢 馬上就可以 做後續的動作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是覺得 事情永遠做不完 所以 為什麼在職場上面 有些人 上班就是很愜意 很憂哉 OK 他不是偷懶 他不是摸魚 但有些人就每天忙得要死 也沒有在 也不是說 他 就是說 他也不是說 事情給他太多 事情也沒有給他太多 兩個人都給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一個 就是 好像忙得要命 然後一個又是 輕鬆 但是輕鬆那個人 每天還是照樣把事情交出來 而且又可以準時下班 其實當然一般根據最後的 推敲 大部分 真的就是在 這個技能上面 就是不會 不會的人就是 每天就是慢慢來 那會的人呢 就是很快就做完了 這是 這是現實的現狀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說只有在學校 我在其實在業界 也有在 就是 從事一些實際上的工作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學這些 其實就是要增加效率 OK 像最近 那個什麼 好像那個烏克蘭 台灣不是有寄 一些東西 寄到那個烏克蘭去 而且台灣其實 真的非常有愛心 好像捐款捐了幾億啊 一下就捐了 是7億還8億吧 OK 真的太厲害了 我覺得台灣人這個 第一個很愛心 第二個好像有錢的也還蠻多的 好像聽說也有人一下就 捐了幾百萬 就是 捐了1000萬 好像有公司是這樣子 OK 有一家公司幫忙寄送 好像幾天就寄到了 叫DHL 有沒有 這家公司好像是美國的公司 最近他們內部也要訓練 他們訓練也要學這些東西 也有邀請我去幫他們公司做內部訓練 就DHL OK 那其實為什麼他們會需要 其實也是一樣 他們要很有效率 因為你 像那種寄送物資 沒有人要願意等 有沒有 他一定會問說 多久可以寄到 多久可以寄到 對不對 那當然 你就需要把 那個時間都壓縮得很 很緊 所以每個地方都不能Delay 也就是說你資料處理的話 要很快 每個人都很快 那當然效率就提高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重點 就是 第一個 先把Column跟Low先做出來 OK然後再把它放到Index 那至於這個細節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 我剛剛做的公司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剛剛的這個公司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在這裡 OK 但是 這個題目呢 其實還沒有完成 因為 裡面的話 我們還需要把 冒號 以前的資料給刪掉 你要把它刪掉 哇麻煩 因為他現在的公司 你連要刪都刪不到 因為他是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這個 冒號以前的資料給刪掉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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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